日本入侵,异国家道欢迎,以为来了就行,结果引发一场奇灾。 战争是人性的检验时,战争中人们可能会爆发出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,也可能会丑态百出,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。 在日本大肆入侵之际,沉弱的中国显示出不可思议的爆发力,让日军遭遇到激烈的抵抗,在很多正面战场上,日军交头烂额,而在民间,日军遭遇的抵抗从未有过减少。 按照日军的计划,先入侵东北占据东北丰富的战略资源,再进军东南亚,当然也是为了资源,日军打算以战养战,用东南亚的资源进一步扩大侵略,实现其愈合南田的野心。 而在东南亚各国中,最谄美的就是泰国,但也不得不说整个小国聪明。 首先,泰国在英法疯狂夺取殖民地的风潮中,保持了独立,当时英国看中印度这块肥肉,法国占领越南,并将缅甸强行合并,这就是所谓的发属印度之纳。 泰国与英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,保证了国土的独立,也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援助,可惜英国忙于在欧洲战场作战,根本无暇顾及泰国,泰国也没拿到多少好处。 后来日本入侵东南亚,日本入侵法属印度之纳地区,同时向泰国示好,泰国马上抱住日本大腿,签订了泰国和日本的友好条约。 对,然而高尘之下未必无忧,日军由于借用泰国的领土,大死驻军,泰国国王认为,泰国面临的军事威胁比之前更为深远,而此时也是泰国收回争议领土的好机会。 泰国虽然狡猾,谄媚,但也十分精灵。 泰国国王说,如果日军入侵泰国,就实行交土政策,全民抵抗。 我们都认为泰国是二战最无耻的国家之一,因为对日军的侵略是欢迎态度,尽管日军没真正侵略泰国,可要是日军拿下其他地方,泰国还会被格外开门吗? 在二战期间还有一个小国,比泰国更无耻,下场比泰国更惨,它就是越南。 提起越南跟中国的恩怨,那真是说都说不完,从历史的种种战争来看,越南曾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,同样也是中国被死敌,认为中国是越南的侵略者,越南饱受侵略和伤害。 在日军入侵前,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,然而法国被德国全面碾压,开战一个多月就完完了,法国势力衰落后,它的殖民地就归日本所有了。 让日本惊讶的是,东南亚似乎并未将日本看成敌军,反而看成救星,越南人民家道欢迎日本军队进入,他们以为,是日本将法国侵略者赶出领土,日本是越南的恩人。 很快,越南人发现,日本比法国更加残忍,没人的主意,缺乏人性,就是一头疯狂的野兽,法国在越南时,极大的帮助了越南的发展,而日军只有疯狂的掠夺和疯狂的屠杀。 日军把越南当成一个仓库,而且是人肉仓库,狼需要进食,所以越南就成了日军重点掠夺的地方。 越南人民生死,根本不是他们所操心的事,他们大肆掠夺越南的粮食,强迫越南用很低廉的价格,将粮食卖给日本人。 而此时越南闹得饥荒,粮食还不够自己家糊口的,日本就上门掠夺,让越南人将粮食都给他们。 1942年,日军抢征越南大米47万吨,到了第二年,抢征粮食增加到102万吨。 越南此时又遭遇烙灾,粮食产量再一次减少,结果越南饿死200多万人。 越南没想到,暂时的屈服和谄媚,不但没换来越南人民更好的生存,而且丢掉了尊严,让日军认为好欺负,从而更没底线。 越南是个好战的国家,长期以来,越南一直用心对付,真正对他好的中国,却对日本人谄媚发解,结果却是自己倒了大霉,也没谁来同情他。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。 请关注公众号,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,铭记每一天。